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这一次的Python的TensorFlow学院当中 这一次呢我们会用代码的形式来实现上一节课我们所讲的编辑它的TensorFlow神经网络的结构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一课我们做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这一课呢我们想要输出的是它每一次训练之后呢 它的这个参数是多少 那比如说我会打印出这一个东西 你看第一个呢就是它每隔20次训练呢 我就输出一下它的这个参数 像上次说的这个Weights和Bias 权重和偏执 那它这个呢就是它的权质 这个就是它的偏执 它的我们想要做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预测一个线性的曲线 线性的直线 也就是我们的 我们想要预测的是呢 这个Y等于0.1X加上0.3 那我们最后输出的这个结果呢 你看它预测的这个第一个参数 Y等于0.1X的0.1呢 它就已经非常接近0.1这个点了 那它这个后面呢就是它已经非常接近后面的Y等于0.1X加0.3的这个0.3 那我们就开始做这一个练习吧 首先呢我们要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因为tf呢是它的一个缩写比较好书写 然后呢我们可能要 import numpy as np 这是一个科学计算的模块 你可以去download和安装它 那xdata等于numpy 这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 我们所自己编的一些data random 我们生成100个随机数列 然后add type 用它的type是np.flot32 因为在tensorflow当中呢 它大部分的数据的type呢 是以flot32的这种形式 所以我们定制这种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也定制成flot32 这一步呢我们是在叫create data 创造一些data 我会在我最后面呢 我会把这个代码的链接呢 放在我的视频码数当中 大家可以去下载它进行进一步的练习 然后我的ydata呢 也是等于xdata 乘以0.1 对乘以0.1 加上0.3 这就是我们所要预测的这个w呢 w呢 这个wait要很接近于0.1 这个bias要很接近于0.3 那就是我们tensorflow它真的学到东西了 然后第二步呢 我们是叫create tensorflow structure start 这是我们开始创建结构 然后我们会把整个结构呢写在这两个语句的中间 and 好 这就是我们的结构 我们现在是空白的 但是呢 我们要开始定义wait wait呢 之所以要大写是因为wait呢 它可能是一个矩阵的形式 但是它是一个可能是多元 一元二的吧 可能是一个二维的矩阵 所以呢我们大写会比较方便辨别 tensorflow variable dot tf dot random uniform 它定义我的这个参数呢 我的这个参数呢 要用到variable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 叫做参数变量 我也是的参数变量 然后参数变量呢 我是用一个随机速列生成的方式 生成了我的这些参数 它的一个结构呢 是一个一维的结构 目前呢 它因为这个w 它是一个一维的结构 所以我这边它的结构写1 然后呢 我的随机速列生成的范围呢 这个w的生成的范围呢 初始值呢 是-1到1的这个范围 然后呢 我再定义我的bias x等于tf.variable tf.0 我初始给它的值呢 我定义成0就好了 好 这里就是说呢 我的这个 我给它这个定义的呢 它是生成一个初始的值 是随机的 从-1到1的一个数 我给它这个定义的呢 它是初始值是0 然后呢 它会一步一步的学习 把这个从初始值呢 提升到更很接近于0.1 或者很接近于0.3 那tensorflow整个机器学习当中的问题呢 就是在从初始值不断的提升这个 这个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 我在定义我的y呢 这个y呢 就是我预测的y 这个组设分构 它是等于weight xdata 加上bias weight 也就是0.1 乘以 xdata xdata 加上bias 然后我会提升这个y的准确度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计算它的Logs 等于tf.reduce min tf.square 这个就是我们在计算 我预测的这个Y 跟实际上的这个Y 它的一个差别 可想而知 在最初的时候 因为这些参数都不是很完美 那我们的预测值和 这个真实值 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那也就是说它的Logs会很大 然后呢 神经网络要做的事情 就是optimizer 等于tf.tran tran 那大家看到这边 我神经网络 我已经知道它有这个误差 然后我神经网络呢 我要建立一个optimizer 叫做优化器 然后用这个优化器呢 减少它的这个误差 这是每一步训练 我都要做的一个事情 我神经网络要减少误差 提升我的参数的准确度 然后到下一次的时候呢 我的误差就会更小 这就是神经网络的一个key idea 那我们这一个optimizer呢 就可以选择 有很多种optimizer 但是我们这边的基础教程呢 先就选择这个最基础的 最原始的optimizer 叫做grading design optimizer 然后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learning rate 学习效率 学习效率 一般是一个小于1的数 那我们用0.5代替就好了 呃 然后叫做要有一个initial初始 tf等于initialize allvariable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 我们虽然建立了这么多的变量variable 但是我们在神经网络中呢 还没有初始化我们的变量 那呃 我们就刚刚已经提到的神经网络 其实就是一个大的picture 一个大的图 你可以把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构先做好 做好这个结构以后呢 我们在initial就是初始化这个结构 让他们真正的活动起来 那我们呃 这个就是我的结构全部完了 所有结构全部完了 然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像刚刚说的叫 呃 把这个结构激活初始化 我们先初始化之前呢 要定义一个session session呢就是一个神经网络的 呃 session.run run什么的时候呢 这个神经网络就这个session 就像一个指针指向了我要 我要呃处理的地方 然后呢 我处理的地方呢就被激活起来了 那我的session.run initial 我就session.run 我图片上面的这一个initial的 这一个小的图标 那我的initial呢就被激活了 我的整个系统呢 整一个整一个picture呢 整一个神经网络的结构呢 也就被激活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很多人可能开始学神经网络 这个tensorflow的时候呢 都会忘记激活这个initial 就是 非常重要 那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 让神经网络 一步一步的训练了 我们给它训练 201步好 200 200 200不ok 2001步 那session.run 我们这里也要用run 用这个session的指针呢 指向什么 那这边呢 我们要run的是我们的这个tran 也就是真正的开始训练tran ok 训练它 指向它 然后训练它 然后每隔上 20步 step 除以20等于等于0 每隔上20步呢 我就打印一下 我现在训练的这个结果 step 每这一步呢 20步 训练的结果呢 也是要用session.run 所以你知道session.run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叫做 wait 我要run一下我的wait 指向我的wait 然后它告诉我这个wait 它现在是多少 然后呢 session.run bias 那我就会输出这一步 我现在的wait 这个参数是多少 我现在的bias这个参数是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运行一下了 呃 有个错误看一下哈 d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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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这个0步呢 是我们最开始的initial的这个参数 也就是wait 是一个随机变量从-1到1的数 bias呢 是一个等于1的数 呃 等于 等于0的数 sorry 等于0的数 然后呢 它每训练一步呢 这个参数呢 它就会被提升那么一点点 它就会更靠近 W呢 wait呢 会更靠近0.1 这个bias呢 我会更靠近0.3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的tensorflow的一个基础的结构 呃 那大家熟悉了这个tensorflow的用法呢 我们会继续了解到这个session的怎么用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在下面点赞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有更多关于python 或者是tensorflow的学习教程 谢谢大家 拜拜